好 再来看到是国际间的一个讯息了 就是东欧两个国家包括了立陶宛 包括了斯洛维尼亚 最近呢都与实际的言论还有行动来支持台湾 这斯洛维尼亚的总理杨萨还说 他正在跟我们洽谈互设代表处 但现在呢斯国的商界却传出 说大陆打算要切断跟他们的经济联系 立陶宛的媒体报导指出 说立陶宛的商品是已经从中国大陆的市场当中消失 而这个报导呢也提到 说现在啊他们对大陆出口商品已经完全崩溃了 因为根据大陆的海关数据 立陶宛在去年2021年12月对大陆的出口 比前一个月相较是大降了有九成 少了将近全部只剩一成而已 跟前一年同期商品呢 目前包括了德国 法国 瑞典等国的企业也都通报 商品被禁止通过大陆海关 因为他们商品含有立陶宛的零件 不过立陶宛外交部长表示 他们不会退让也会搜集证据 要交给WTO世界贸易组织 好好的来申诉说大陆对他们不公平 先前呢这个立陶宛不是说要捐疫苗给我们 同时要跟我们互设所谓的代表处 对于对岸来说 他们的发言是很挺台湾的 很有台湾精神 但现在也有人在问 这么一连串的动作 到底有没有需要台湾人付出代价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呢盘子 确实是台义啦 盘啊 为什么越有台湾人看到了这一支酒的价钱之后 觉得自己好像变盘子了 同样一款立陶宛的兰姆酒 先前卖大陆的时候呢 一瓶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人民币38块钱相当于台币大概是136到166块钱不等 原因是因为呢这个会有会叉码 那再加上每一个电商平台可能定占略有高低 好不过呢 一贯大概就是在166块钱最贵 但是您来看看 在年初一的时候 我们即将要开卖台利友好的立陶宛兰姆酒 不一样了 台酒经销代理一瓶变成了 喇叭口 上面呢 有什么样的台湾价值 印上了台湾跟立陶宛两国的国旗 而且呢标签也改成了繁体字 对于台湾人来讲 立陶宛这样挺我们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互相相挺 但同时也有人觉得 你看同样一支酒 为什么在我们这边卖 就比在大陆卖贵了有四倍之多呢 网络上头不同的意见两边并成 有人认为这是不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 在高价卖给台湾人 也有人说喝的不是酒 姐喝的是台湾价值 那也有人提到了 在立陶宛可能掌握了财富密码 卖酒发大财 也有人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台酒到底要不要出来把话给说明白呢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如果网络上头都找得到资料的话 对于消费者来说 心里头还是会有一点不舒服啦 但网络上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9759位朋友 加扣W说民进党让台湾人成了凯子了 还有谁路过的Liar One说 台酒是不是暴利呢 豆花喵则说台湾价值比较贵啦 那A样则讲加了满满的台湾价值 所以他觉得不例外 武统台湾省说潘拉价高一点 是很正常的啊 G方形则是呵呵呵 大家感受不太一样 那您觉得怎么样呢 这是上午一个蛮新的话题 要提出来跟您一起来讨论了 不过再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预算怎么花 之后可能会有一大笔的预算 会拿来造潜舰国照 原因是因为潜舰国照本来呢 他们在讲说应该是要在2024年才能够下水 但现在时程说大大往前提了 这是根据军方权威管道指出 潜舰第一艘的原型舰进度已经超前 那么预定在明年9月就可以下水 换句话说总统蔡英文卸任之前是可以亲自来主持这场下水典礼 同时登上中华民国第一艘的自治潜舰 那么根据了解也因为这样呢 蔡政府他们现在说要再次来编列特别预算了 决定再造第二艘到第八艘的潜舰 那这一批特别预算的支印呢 之后可能就会进到预算书里头 其实在这个民进党的执政过程当中呢 潜舰国照是他们推动蛮重要的一步 那他们认为呢在这一步能够对于台湾的军事设备 有很长远的一个帮助 可问题是大家也要问了 这先前呢在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蒋经国这三个字好像一直都是威权的象征 但没有想到这一回顾总统蒋经国 他的旧居七海寓所改建成了七海文化园区嘛 那这里头呢除了说有所谓历史介密之外 还有一个博物馆图书馆 那总统蔡英文呢到了这个七海文化园区的开幕仪式的时候 则是语出惊人了 他说其实他也知道 蒋经国呢在台湾有很多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定位 他觉得这文化园区的开幕 就是希望让大家来认识他 重新的来了解到底他的历史定位会是什么 而再一次他也强调 他说呢蒋经国是抗共保台 跟他的立场呢很多时候他觉得是一样的 甚至还说跨越了时空背景 有一些经验可以来参考 这一番话让绿营很不满 说你蔡英文莫名其妙 现在讲话为什么是这样讲 甚至呢苏贞昌公开反驳 说蒋经国是独裁者满手血腥 好 A这样讲B这样讲民进党的人 一个讲好的一个讲不好的 感觉就是两手策略 让蓝营听了更不开心 接牌 顾总统蒋经国晚年居住了七海寓所 成立七海文化园区 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开幕典礼 打出遵奖牌 但不止促转会 爆出更名要求打脸总统 就连他自个提名的隔魁都有意见 蒋经国前总统坚定保台的立场 毫无疑问也是当前台湾人民 最大的共识 不会因为独裁者晚年的慈眉善目 忘记他过往的满手血腥 蔡英总统和他所领导的政府 会继续努力促进转型正义 小安总统打出金国牌 党内炸锅 新西大佬段一康脸书开轰 简直莫名其妙无言以对 既然如此何必当初还要推动转型正义 蓝营能眼旁观痛批 这不过又是民进党一场戏 一切只为年底选举 民进党是完全心口不一 蔡英文总统你既然到了现场 不应该随由民进党的人 又要改名又要侮辱 那中华民国的借壳上市 一个半白脸一个半黑脸 因为知道蒋经国先是 中华民国国民的最大公约数 选举考量 他是掐头去尾的 中间只截起他一段而已 新潮流戏的去骂他 我都高度质疑是唱双簧了 争夺金国牌不止蔡总统出手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大啦啦表态 特别强调园区成立 可是在他任内 今天不做 身为市长未来一定会后悔 对出展会的改名要求 同样不以为然 他直言不应该让个人功过 成为割裂台湾的理由 选举年朝野大打金国牌 谁是真心 谁又是假意 选民心中有数 剪较会王志文台北采访报道